晒萝卜干 做出美味的菜脯 萝卜去掉头尾后 放入清水中刷洗干净 我们做这种萝卜干 香甜爽脆 比较干爽 无防腐剂 无添加剂 无色素和增鲜剂 是天然的绿色食品 人人能做的萝卜干 自己做口感好 保存方便 常温下越存越香脆 萝卜不用剥皮 最好多洗两次 这样才能彻底清洗泥土杂质 洗干净后 沥干水分 萝卜刷洗干净 连皮切1.5厘米后 大小的块 现在正好萝卜大量上市的时候 价格便宜 我们这边超市卖5毛1斤 切成片后 对半切成两片 然后从中间切成两段 一定要切大块一点 因为晒干后会变成小块 10斤新鲜的萝卜晒干后 只有1斤左右 第一次放盐腌制也叫沙青脱水 最好用粗盐这种盐也叫腌制盐 细盐腌制容易太咸 第一次腌制主要是腌出萝卜的色水 腌制半小时 腌制半小时时间到了 下面可以看到腌了半小时就出了很多水分了 老规矩视频最后会公布密制的商业配方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转发 腌出的色水倒掉沥干水分 把萝卜倒入筛子中铺平 放在太阳底下晒干 第一次把萝卜放在太阳底下晒 晒4个小时以上 晒4个小时时间到了 经过4个多小时的晒干 萝卜条变得有点柔软微黄了 把萝卜收回进行第二步的制作 这也是关键的步骤 第二次洒入盐脱水 洒入盐拌均匀 拌至盐溶解为止 把萝卜装入纱布袋或者过滤网中 绑扎紧过滤网的封口处 盘子里放入一个承托物以便革水 重物挤压进行脱水 放入盘中用重物压紧时 逼出萝卜的色水 重物压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开 萝卜经过一个晚上 看看压出了多少的水分 经过第二次挤压后 使萝卜进一步脱水 渗出的水分还是比较多的 挤压后把萝卜倒入筛子中 萝卜干已经变得非常柔软 色泽金黄柔软而富有弹性 一股萝卜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 把它放到太阳底下晒一天 现在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萝卜干 晒了一天的时间到了 在吸收阳光照射下形成了独特的色泽 萝卜干的香味更加浓郁鲜美 好香啊 又香又甜非常好吃 晒太阳后收回来进行下一步的制作 非常香浓可口的萝卜 真的好美味啊 第三次放盐挤压脱水 同样把盐拌匀至溶解为止 撒盐后装入沙网还要压一个晚上 使萝卜干再次充分脱水 跟第一次压紧脱水的方法一样 把萝卜干用纱布包裹起来用重物压 压一个晚上 第二天取下后沥去水分 可以用锅装水来挤压或用石头压 来看第二次挤压后还会不会渗水 第二次还是压出了不少的水分 把萝卜倒入筛子 要把萝卜压到没有水分渗出为止 尽量均匀地把它铺开 下面还是要继续放在太阳下暴晒 这一次萝卜干色香味十足 爽脆弹牙光滑柔软 但干爽度还不够不便于保存 还要继续晒 晒四到五天左右 晒了四天之后 这时萝卜干就可以了 晒萝卜干的材料配方 新鲜萝卜15斤 和共用粗盐 220克 分三次加入 第一次撒盐 190克 第二次撒盐 20克 第三次撒盐 10克 萝卜干成品约1.5斤 晒干后 常温下保存 我们自己晒的萝卜干很干爽 不像外面买得湿湿的 自己晒真正做到了零添加绿色健康 萝卜干晒好后放入干净的容器 常温下保存 不需要放入冰箱冷藏 越存越香 久存不坏 萝卜干可以直接吃 还可以炒鸡蛋 炒毛豆 炒腊肉 蒸肉蒸鱼等 下面用它来做一道经典菜肴 菜脯煎鸡蛋 取60克萝卜干 用水清洗一下灰尘 萝卜含和黄素 维生素B6 钙等多种元素 营养又美味 切成碎片 倒入清水浸泡片刻 挤出水分 锅中加入适量油 把萝卜干炒香 放凉后倒入鸡蛋液里拌匀 倒入锅中小火煎至金黄 煎好一面后 放入一个盘子 翻转另一面 继续煎两分钟即可 出锅装盘 美味的菜脯煎蛋大功告成了 感谢观看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